- 退選聲明你可以介紹 - 跟我的意思是 侯友宜你不要搞這花招 你現在所有的壓力都來自於 你在新北市的市政沒有處理好 你發會像你當刑警的本色 花三天把這次處理完吧 不要做政治操作 我覺得這才是正本清源的方式 侯友宜民調現在掉到第三 然後選前因為魏妖案雪上加霜 現在藍營的小雞 比如說他們藍營的聲量王 羅志強昨天就跟王潛秋上廣播節目 然後他就說他現在要弄一個 所謂的政黨輪替大聯盟 他說只要民進黨下台 不一定國民黨執政 可能是其他政黨也都可以 那棄保也是OK的 所以侯友宜即將被棄保 這些藍營的小雞開始另尋母雞了嗎 羅志強的採訪通告一發出來以後 五個小時後突然間取消 聽說很多人打電話給他了 因為太明白了 你如果說是在還沒有提名 侯友宜民調還沒有那麼低之前說 政黨輪替大聯盟 那就是要什麼結合所有非律的 要圓倒民進黨 那那個時候你來成立 還情有可原嘛 這時候你成立就讓人家覺得 你要跳準啊 說我難聽的嘛 你頭恰也也雖然顧死命了 我跟你說一遍 母雞如果那麼小對不對 我小雞要靠自己啊 必要的時候找別的母雞啊 去投靠人家的麾下 就是這個樣子嘛 講明的就是這樣子嘛 告訴各位啦 事實上難道只是這樣而已嗎 不是的 已經有國民黨的幾位的 這個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直接夜奔迪營去找柯文哲拜託了嘛 夜奔迪營了 直接夜奔迪營去找柯文哲拜託嘛 拜託什麼 手勢丫 我在社區裡面拜託你不要 民眾黨不要提嘛 很簡單 四年前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好了 許淑華的松山信義區就好了 四年前 如果不是因為民眾黨提了一個 得票兩萬多票嘛 那時候拉左大部分的都是綠營的票 要不然許淑華就贏了 當時的廢洪泰嘛 那現在剛好並不來 現在那麼民眾黨能夠拉到 我們從立市的民調 民調可以看出它的趨勢 立市的民調都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的民眾黨 八成拉到的都是藍營的票 我現在講的都是根據民調來的 不是我自己預測的 八成都是藍營的票 所以如果民眾黨丟在這個地方一個 你看故意放風聲 要在國民黨的中二選區 丟一個候選人進去 我剛剛說的嘛 現在拉的都是藍營的票 林靜宜跟顏寬恒兩個人 一敗一敗的情況下 他丟一個下去 你認為顏寬恒會怎樣 就掛了 故意的嘛 那為什麼 很簡單嘛 顏寬恒的爸爸 本來是挺 這個顏清標是挺郭台銘的嘛 顏寬恒卻是這幾個 所謂的地方派系裡面 第一個跳出來挺侯友宜的嘛 在侯友宜被助力人徵召了 他是第一個挺的嘛 我這麼給你辦紅箱 我騙一下下去 我未必能夠當選 但是我絕對有辦法讓你不當選嘛 我說撐壞的嘛 城市不阻擋 我拜師有餘嘛 他現在就有這樣的一個能耐 而且現在他的 公報拍天案 就算是你克制內部民調說 侯友宜沒有第三 但是贏柯文哲的兩趴 兩趴而已 還在物差範圍之內啊 對不對 現在侯友宜變成怎樣 侯友宜變成金庸武俠小說裡面的 那個四大二人排名第三的月老三 到處講我是老二 你知道嗎 我是老二 忘了前面有個夜二娘啦 夜二娘才是老二啦 你是老三啦 就是這樣子嘛 還贏人家兩趴的時候 我們不是老三 我們還贏兩趴 笑死人啊 就是因為 其實我覺得 今天徐小新在講那個話 雖然酸 但是他講出他們這個戰鬥欄 還有相關的這個 所謂深藍內心事件裡面的講話 跟那個不會贏 我說撐壞了 跟那個不會贏 我覺得好像團結 我跟團結不會贏 給我不會贏 不可能嘛 徐小新你不要忘記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徐小新自己面臨到的狀況是 廢宏太的支持者 不用多3%5%不支持他 他就剩下蛋 這是又沒有其他的因素來分割 切割許淑華的票 其實他也蠻危險的啊 那羅志強也是一樣 羅志強如果不是因為苗博亞 他的民調跟他的相關的威脅到他 他需要做這個動作嗎 我說撐壞了嘛 就開始自救 羅志強應該在家裡睡就好了 我女兒 藍中之藍耶 羅志強本來要說這個什麼 政黨輪替對不對 大安區我贊成政黨輪替啊 民進黨來啊 不是這個樣子嗎 所以你就知道 這些小新每個都急了 為什麼急 你太弱了嘛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他到今天去 今天去陸軍官校拉票 還在那邊做華民國 軍警一家還在講這些東西啊 所以你就講不出一個有高度 讓這些人全部可以 我現在我告訴你啦 即便你不喜歡 明天是生日的韓國瑜 韓國瑜四年前帶給大家多少歡笑啊 我昨天看到的國民黨的有一位發言人 有一位發言人啊 他寫在臉書上面寫大堆废話 最後下面留言都是真藍的 全部的調侃好有疑啊 真藍的你自己國民黨的人 再調侃你好有疑啊 你被人家一直調侃一直調侃 你不要忘記哦 韓粉的直播主啊 之前把侯友宜四年前 是怎麼對待韓國瑜 跟怎麼對待李嘉芬的 動不動幾十萬的這個點閱率嘛 他們現在把政大的剪在一起 哔哩啪啦的點閱率不斷的升高啊 那我現在期待 政大都表現成這樣了 對不對 台大 台大的學生 難道他們的刁鑽程度 會亞於政大嗎 所以你侯友宜去了以後 這什麼事啊 這什麼你看連柯志恩都承認 政大的這個相關的引帶 在網路上造成後 有一重大的傷害 那你就知道嘛 你沒料 沒料的結果 最後就是造成小雞必須東南自保運動 我最後做一個總結啦 有位立法委員跟我講 在中南部 國民黨開放提名的一個區域 有一位國民黨籍 要選立委直接在廟口台上 麥克風給他開說 各位鄉親 你們區域立委只要票回我 這樣就好了 剩的青菜 青菜就是總統票跟政黨票青菜啊 我問你國民黨的好選人說 區域立委票選我就好 剩的青菜 那你國民黨怎麼選下去啊 是所以現在藍營小雞 開始丟包侯友宜 我們看到這些藍營小雞 他們的心聲是怎麼樣 包括劉羅志強 本來說今天要開這個記者會取消了 他就說不支持侯友宜的標題 帶歪理念 然後李燕秀就說 如果母雞不夠強 小雞只能顧自己 再來徐曉青說 沒人想跟一臉會輸的團結 知識恐怕會轉向投給 沒這麼喜歡 但是會贏的人 所以正好這個徐曉青所講的話 一臉會輸 這指誰 然後看起來 至少會贏 那又是誰呢 我跟你講 現在小雞 國民黨小雞已經崩了 小雞崩會有分 兩種城市崩 一種是直接就像明賢哥說的 葉奔底一這種崩 就是柯文哲不用招手 自己過來 倒貼柯文哲 另外一個是柯文哲會以戰逼合 我一個來講 先講這個倒貼柯文哲的部分 就是真的很多嘛 包含這個 游淑惠最明顯 直接說我公開講 我需要柯文哲的話 另外一件事就是羅志強 羅志強他都最有趣 講說這個政黨輪替大聯盟 然後政黨輪替大聯盟就說 不一定支持侯友宜 政黨輪替最重要 意思就是什麼 他可以支持柯文哲 對不對 只要有政黨輪替就重要 有人就問說 那為什麼今天的記者會取消 對不對 我跟大家報告 意思到了就好 你不需要開記者會 什麼意思 我羅志強已經公開說了 我支持的是政黨輪替 我不一定支持侯友宜 我已經把橄欖池給柯文哲了嘛 我把橄欖池給柯文哲 意思是什麼 大文哲不要派人 大文哲不要派人 我可以支持你 政黨輪替 柯文也收到訊息了嘛 對不對 羅志強這個 哦這是 他支持政黨輪替 對訊息拋出去了 夠了嘛 會發酵 就夠了嘛 我如果記者會開下去 請問黨籍要不要進來 要嘛 所以羅志強在玩這個 走這個鋼索嘛 就說你看哦 有這種就是說 直接倒貼的 夜奔的 然後公開的 然後時下 各種都有對不對 這是一塊 另外一塊是 柯文哲現在正在處理 叫做什麼 一戰逼合 只要一戰逼合 我有一個大家最簡單的 星光小公主吳星穎 為什麼要去中央選區 沒有道理嘛 吳星穎就不是選中央選區的嘛 他的樣子是都市 是城市嘛 他去中央選區海線 怪 怪嘛 那為什麼要放這個訊息 逼彪哥來談嘛 本來就是這樣嘛 我就講 你今天這場中央選區 對顏寬海就最後一戰嘛 他如果再輸的話 他就沒了嘛 顏家從此在台中海線政治地盤 極速萎縮嘛